如果以我过去的分析所谈到的 其实最坏的情况在当时5月初的时候 那时候台股甚至全球国际股市走低 就是受到3000多亿的关税 要调整25%克增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知道最坏最坏的情况 但是从目前在6月份中下旬开始 所流出的讯息都是比较转为正面的 有可能是科税延后或者华为的禁令有可能解套 当然有很多种版本 那至于是哪一种 我相信这个周末假日就会有明确的答案 所以等到有明确的答案 我觉得至少会比原先预期是来得好的 所以我个人的研判 也就是说在7月份过后的行情 第一个量甚至是说国际面的一个部分 它会比较偏多 第二个还有一个利基点 当然就是巡股的一个重点 因为刚好7月份开始 要到7月10号之前要陆续公布6月营收 甚至快一点 在8月中之前要陆续公布第二季的财报 所以顺着这样的逻辑 刚好这个也许中美的贸易的一些 不确定因素慢慢消失了 然后也有上市会的财报要陆续公布 所以在一些业绩的成长股 我倒认为也许在下礼拜回来过后 是会是这个下坡布局的一个重点 好业绩成长股财报季将要到了 所以我们就要来闲瞻到底在接下来 所谓的财报季 哪一些业绩有机会传出好消息 这些好消息的个股目前的位阶如何 玉堂先为我们预告一下 再接下来 如果陆续的公布季报 哪一些以之前每个月公布的成绩看起来 在季报公布出来 有机会成为资优生呢 我从几个面向来跟投资人谈 第一个我觉得比较整齐的 应该在手游族群这一块 应该机会相当大 因为目前以两家指标 星象网融甚至传奇 在今年前五月的营收 很多都不错 甚至很多还在五月营收 是创历史高 那六七八月这个暑假的旺季 都是游戏股的一个旺季 所以总结做一个研判 这个3293的星象 或者在今年有很多手游 推出的3083的网融 是相当有机会 在六月份再次缴出 更好的成绩章 那整个第二季的一个获利的数字 也相当有机会是比去年 这个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所以游戏股会把它纳入在 这个接下来有机会 缴出业绩成长的族群 第二块比较整齐的 我认为是在这个TWS 真无线蓝牙耳机产业这一块 因为我们过去所分析到 不管是苹果的AirPods 甚至其他飞瓶所卖的 这个真无线蓝牙耳机 其实整体市场的需求量 拉货力道是非常的强 到明年整体的出货量 甚至会比今年 还会将要有这个五成以上的成长 所以几家公司 我觉得可以把它列入观察 作为业绩成长的代表 第一个IC设计的瑞玉 也是先前外资很偏爱的 你看瑞玉的股价在昨天 是创下波段高来到239 今天压回 但是五日线都没破 外资昨天也是一口气 又持续大买了3600多 因为六月份开始 外资几乎沿路买不停 所以瑞玉第一个 我觉得它可以作为 在蓝牙耳机当中 比较高价的IC设计指标 那做电池的6558的性能高 机会也相当大 因为性能高在今年前五月的累积营收 又再创新高了 年增率是高达40% 那之前公司派也表示 这个新的产能陆续开出之下 目前订单是看到9月 所以接下来6、7、8、9月的营收 应该是有机会再充新高 所以整体来讲性能高的部分 因为在蓝牙耳机电池 算是这种比较高技术 也高毛利率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看它的形态 在昨天顺着外资联合买之后 整个底部已经打底完成 五日十日都穿越季线的反压 性能高也可以视为 这个在蓝牙耳机当中 这个电池的代表股 那另外一个跟充电盒 跟耳机接头相关的产业的一个布局的 应该是6217的中探针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这几家公司 都是在这个今年甚至五月营收 几乎都创高的 那6217的中探针 在五月的营收也是创历史高 月增20%年增20% 都双位数的成长 那研判六月甚至到第三季的营收 还有机会再创高 那最关键的原因就刚刚谈到 因为在整个探针接头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有用蓝牙耳机的都知道 这个无线充电盒 跟你这个所带的耳机 都是透过这个探针接头 来去做一个充电的一个技术 所以对于中探针来说 其实在过去这一块的市场 是比较没有被开发到 但是这一两年 这个新产品的一个需求 推升之下 造就它在今年的营收 突然呈现大爆发 那再加上并且本身的产品 也接到很多 这个国际大产的订单 所以就我的研判 整体来看 第二季的营收 在6217的中探针而言 有机会再创高 那技术面的形态 当然以日K架构来看 是比较高一点 因为它是创了今年高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切成 这个月线图来看 其实整体的位阶 才算是刚从底部 打了一个小底上来 因为它是在这个4月份 才带量拉一根长红 5月做一个休息 7月6月6月7月 有机会再往上补量再冲高 这个就是我常讲的 就是说 既然有业绩支撑的情况之下 只要位阶不是说真的 在相对这种历史高档的个股 我认为在7月份的财报行情 应该是可以比较正面去做看待 刚刚提到了瑞玉玉堂 今天有一群个股 在昨天带量上涨 有一些位阶比较高 有一些位阶位于在中阶段 那昨天带量涨 但是今天回跌 怎么样研判 到底续报是不是安全 整理出来 昨天带量涨 今天回跌 但是力手五日线的 包括您刚刚提到的瑞玉 还有联帽 红杰科 技嘉 这些都是昨天带量上涨 本来酝酿 有没有机会资金换手成功之后 再往上攻 但是今天回跌 怎么样研判这些个股的续航力 有没有机会再往前拨的高点迈进呢 如果我们总括来看 第一个刚刚谈到瑞玉的部分 因为位阶是比较高稍微留意 不过它的筹码面是比较特别 我们之前就追踪到外资卖 投信卖 但是股价却是在外资的一个方向上 沿入创高 所以原则上第一点 当然如果你手上部位比较多的 因为毕竟在创高之后 如果投信还在卖的嘛 稍微要留意股价创高之后的拉回 我会建议你可以先调节 一部分的一个手中的部位 因为毕竟在今年以来它的涨幅 甚至长线来看比较高 另外再来看 我们切另外一档 8086的宏杰科 那宏杰科的部分 我会比较倾向于投资人 你还可以做续报 因为第一个 在六月份开始 投信外资大概这两三周 才跳进来卖 当然极短线六月份来看 宏杰科的涨势是蛮凶的 不过我们切长线的架构去看 月线图 它是经过了大概快半年以下的 以上的底部整理之后 六月份才拉出来月K 第一根比较明显的长红K棒 所以就宏杰科来看 这样的买盘 从外资投信 从六月初开始左右才刚进驻 整体的形态位阶 并不是在像刚刚谈到的瑞玉 这种在相对历史高姿态 整理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在持股面的操作 应该还可以期盼 法人在七月份 还有在往上推升的一个空间 好 这些个股 我还有刚刚看到 包括了友达跟台积电影视 昨天带量上涨 在今天没有续扬的 还有一个族群要特别请教 一堂是比特币族群 比特币的价格 昨天在盘中 大概今天清晨四点多的时候 一度的从十七个月以来的新高 出现了剧烈的波动 盘中大跌超过两成 一度回跌到了一万三百美元 这么一跌 大家似乎心有余悸 就是之前在创两万之后 就往下开始 像往下坡滚一般 当然尾盘的时候 在跌幅有收敛 昨天盘中从高点跌回下来 一度的跌幅 大概有三千美元 非常非常大的幅度 但是昨天其实在尾盘 我们就有发现一些 涨多的比特币概念股 挖矿概念股 开始出现了带量 拉上引线 所以昨天我们担心的是 如果明天的川席会 两个人相谈甚欢 气氛不错 那这比特币的 避险的功能 是不是就慢慢有一点丧失 这比特币是不是 短期之内热度就会消散了 今天比特币概念股 多档个股开始开低走低 怎么看今天 比特币概念股的表现呢 没有错 其实就如同 刚刚朱豪所谈到的 万一这一次的结果是 正面解读的是好的 那避险需求下降 昨天比特币就有出现 这样的一个创高之后 比较明显幅度的拉回 那就我之前所谈到的 当然对于一些比较单纯 主要供挖矿的这些个股 它们的风险就会比较高 像是汉逊 印太 因为在这一波 击涨的幅度也比较高 那万一 在七月份过后 比特币的需求又降温的话 这一类前行股股 它们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但是我过去有跟各位聊到 最近外资在买的这些挖矿股 它们共同的特征 很多都是可以吃其他市场的订单 像技嘉维新 最近法人很积极在买 那为什么买它 我认为不单单只是看这个 所谓挖矿的题材 而是在于是说 七月份AMD 这个NVIDIA都会推新的显卡 那反而在这个电竞的一个产品 或者是说显卡 都会有一个升级开换的需求 所以这两家公司 在过去这一阵子 外资甚至有些投信 都跟着买技嘉跟维新 另外像是这个做挖矿晶片的四星KY 因为它不单单只做挖矿晶片 它也有一些人工智慧的一些 ESIC的特殊晶片 投信已经买了两个月了 所以说如果说就目前的操作 虽然比特币的回跌 对这些挖矿股有影响 但是我刚刚谈到的技嘉维新 甚至最近外资也买很积极的 这个耀月 它本身也有做这个电源供应器 大瓦数的 那ESIC晶片的四星KY 原则上我认为 短线上或许有点 这个受到比特币回跌的冲击 但是以中长期 他们在过去本业的一个 布局上来看 我认为并不差 原则上是可以跟着法人 持续做一个比较偏多的思考 好 所以刚刚提到 缺黑个股 玉堂给大家一个观察的指标 法人有没有再买 还有包括了像印太 在今天的拉回五日均线 这短期的五日均线 在今天还是守住的 还有技嘉 维新 世新 在今天的拉回 也都还利手五日均线 所以是不是可以搭配 如果拉回利手五日线 又有法人在进行琢磨 目前续报 还是相对比较安全一点的 在今天还看到一个重点 昨天说出量 整个大肺股市出量之际 有一些个股在相对的 底部开始出量 所以给大家一点点希望 一点点曙光 是不是有机会转强了 包括2409的友达 友达昨天 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 除了出现了一根带亮的红黑之外 外资回过头来大买了 外资昨天买超第三名的就是友达 一口气买超了三万三千多张 除了友达之外 3481的群创 在昨天的出量 外资也有贡献 外资昨天买超第二名就是群创 大买了四万一千多张 但今天没有延续昨天的涨势 所以这底到底打出来了没有 是不是已经确立反弹了呢 玉堂怎么看今天这两家面板厂商呢 没有错 在近期外资出现罕见的转买 当然如果以技术面的形态来看 我认为有相当 有这样的机会 你看像友达昨天带亮的一根红棒 在外资的转买之下 有这种所谓的一个突破转强 底部的突破转强 那3481的群创 架构上就比较弱了一点 不过我觉得关键在于是说 这个外资买超的续航力 是目前我比较担忧的 因为这两家公司 其实在前几天都有见到 有时候外资突然转为某一天的大买 但是这个买超的延续力 好像都不是这么足 你看群创下面放外资的进出很清楚 6月11那天大买 随后又连卖了将近快6天 然后到6月21又大买了一天 随后又做休息 所以这个买超当然已经不像 在5月份 几乎是天天一路把股价卖下来 这一个多月来 已经有出现一个横向性的逐地 那我觉得关键就在于说 这个外资的买盘的 这个续航力如何 我觉得是观察的重点 当然在目前的操作 第一个我过去有讲到 如果说你先前都没有做减码停损的 来这个位置 我认为你可以等待反弹 但是空手的 我会建议投资人 不必在这个地方 太过急欲去摸底 因为我觉得技术业的形态 可以在等他更确认 所谓的一个攻击讯号 就像刚刚谈到的 底部的这个转强的一个红棒 能够连续拉出两到三根的话 再配合外资的买盘 有这个连三买以上的 甚至连五买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再行去做其实进场的操作 其实都还来得及 好 谢谢玉堂 再见